来自台湾的中华唱儒书法学会和汉字书译文化学会举办的书画作品连展 于12月17、18日在洛杉矶举行 我们特地从台湾邀请两个学会 一个是汉文学会,一个是唱儒学会 那么这个学会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到那个他的一个画室参观 哇,我非常的惊喜 他把两岸三地的这个艺术跟那个书法都把它集中在那边 所以我特意邀请他们来展览就是这个道理 希望呢,我们把这个中华的文化带到我们这个乔包来跟乔包做一个交流 那么这17号跟18号在洛杉矶中心有一个展览 那么欢迎各位乔包来参观指教 这次书画艺术连展,共展出作品六十余件 内容包括历代个体书法以及水墨画等精选作品 那我们这一次来啊,就是准备了这个 最重点是我们的汉字 那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有名的画作等等 那这个当中啊,各种书体都有 那么这个只要的是啊,我们要把这个汉字啊,推广到全世界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啊,这个时代在进步,现在年轻人啊,多不写字啦 就在画机上面画画 而我担心啊,这个再过一两代这个汉字都变成衣食品 所以我们啊,要把它团成出来 因为我们这汉字啊,是这个祖先几千年啊 因为有科技的关系啊,所以用心在练这个字 啊,那么多子呢,祖先遗留的这个遗产啊 如果说再过一两代没有啦,那太对不起 祖先,那么也是大中华民族一个大的城市 书画作品连展,在洛杉矶举办同时 也在台湾台北市议会文化一郎同步展出 实为书画界难得一见的创举 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么美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大中华民族有这么好的遗产 民族遗产 因为这个字啊,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字 好,所以希望各位啊,也为大中华民族 来推广汉字啊 两会的书画艺术作品连展开幕式 将于12月17日上午10时 在洛杉矶阿尔蒙蒂市举行 欢迎南加州华人华侨前往参观 欣赏和弘扬大中华的汉字文化艺术 来,各位眼神请看这个镜头 全球新闻,美国洛杉矶报道 好 再三哈 来